新香会北约客店周年庆 新增菜色有香辣鸡碎骨 麻辣香水鱼 干烧小黄鱼 陕西凉皮 辣汁肉夹馍 特色菜更有 招含水煮鱼 霸王蹄花 王氏红烧肉 川鱼小肥羊 新派川菜 传途青菜 新点小炒 尽在新香会 施加宝宴 329017F1 Unit1 电话4167548810 北约客店3875-90 电话647288899 数百名民众前往市政厅 沾咬林顿林旧 活葬明天下午举行 市中心多处封路 DC省合并税全民公投 结果公布 过半数民众赞成取消合并税 联合国尼日利亚代表处大楼 遭遇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 数十人死亡 各位观众晚上好 欢迎您准时收看 国语晚间新闻节目 今天是2011年8月26号 星期五 农历7月27 我是何山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首先我们来关注 联邦新民主党领袖 林顿世事的相关报道 联邦新民主党领袖 林顿的遗体 昨天晚间抵达多事后 停放在多事市政厅 市政厅今天上午9点钟开放 供民众前来瞻仰林顿的灵鹫 前来致哀的民众 从今早5点钟起 就在市政厅门外 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到9点钟市政厅开放时 等候的民众 已经达到了数百人之多 人们表示 林顿在生前十分平易近人 是一位富有亲和力的党派领袖 而也正是这种人格魅力 让林顿在多事 拥有大批的支持者 在市政厅对公众开放之前 多是一些重要人物 如市长福特 前任市长苗大伟 以及安省新民主党党魁霍沃斯 提前一小时 向林顿的两名子女 以及遗孀宗致会表示慰问 林顿的遗体将在市政厅 停放至明天上午 正式葬礼将于明天下午2点 在多事的Roy Thompson号举行 林顿的灵鹫会放置在多事市政厅 直到明天中午 供民众前来瞻仰 林顿的国葬将于明天下午举行 届时市中心将会有部分的道路封闭 提醒市民留意 明天的公众瞻仰时间 是上午9点到11点 根据安排 林顿的国葬将于明天下午2点 在多伦多Royal Thompson号举行 预计将有上万人出席仪式 由于场内预留给公众的座位有限 场外将竖起大屏幕 供更多市民观看日播 希望出席林顿葬礼的公众 需要提早在Royal Thompson号门外的 King Street上排队等候 有关官员将会从明天早上8点 为前600名排队的公众 发放万代 获发万代的人士 可以在中午返回排队地点 领取指定座位的入场券 另外 葬礼前 林顿灵鹫途径的路段将会封路 从明天中午到下午5点 封闭的路段为 Queen Street West以南 Wellington Street以北 John Street以东 Young Street以西 从下午1点起 运送灵鹫的车队将从市政厅出发 向西经Queen Street 沿University Avenue向南 再向西沿King Street 抵达Royal Thompson号 我们再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BC省合并税全民表决 于今天公布结果 超过半数的省民 要求取消这项备受争议的合并税 BC省选举局今天公布 收到160万省民寄回的选票 其中有54.73%的省民 要求取消合并税 目前BC省政府还未宣布 将如何废除合并税 但是根据与联邦政府的协议 废除合并税将导致 省府预算收入减少30亿加元 包括必须将16亿加元的 特别拨款还给联邦政府 联邦与BC省政府 在2009年签署合并税协议 于2010年7月起 将5%的联邦货劳税 与7%的省销售税合并 为12%的合并销售税 但是这遭到了BC省民的普遍反对 一项要求废除合并税的运动 得到超过了70万人的签名支持 并推动举行了这场全民公投 联邦政府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 由于收入增长快于支出 联邦预算赤字额继续缩减 6月份的赤字额 从5月份的28亿加元 减少至22亿加元 在本财年第一季度 联邦政府的赤字额为55亿加元 相比去年同期的72亿元 也有显出下降 政府表示 赤字缩减符合政府的 2011年度预算计划 另外在6月份 联邦政府的收入增至194.4亿加元 高于去年同期的178.9亿加元 收入增加主要来自 个人入息税和公司税的增长 个人入息税收入 比去年同期增加7.5% 公司税增加8.2% 同时6月份的联邦开支 增至190.3亿加元 去年同期是181.1亿加元 债务支出从25.8亿元 增至26.1亿元 总理哈佛今天结束了 在北极的四天访问行程 并于今天晚上回到多伦多 将出席明天林顿的国葬 在北极的最后一天 哈佛乘坐直升机 参观了克鲁瓦尼国家公园的冰川 以及公园附近 由联邦政府出资新建的 游客访问中心 和以当地原住民为主题的文化中心 哈佛在访问中 一再强调北极发展策略 但是也有人批评政府 忽略了环境问题 过于强调北极地区的 主权和资料开采 哈佛则表示 这些服务设施 将吸引到更多的游客 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 并为旅游者提供有关环境 和原住民传统的知识 哈佛于今天稍晚时 返回多伦多 出席明天 为新民主党领袖林顿举行的国葬 我们再一起来关注 国际方面的消息 位于尼日利亚首都阿布甲的 联合国驻尼日利亚代表处大楼 今天遭到了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 造成数十人死伤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 随即发表讲话 强烈谴责了该事件 并指示联合国常务副秘书长 和其他高级官员 立即前往尼日利亚 处理这一紧急事件 据目击者称 当地时间26号上午 一辆本田雅阁汽车不顾阻拦 抢行闯入联合国驻尼日利亚代表处的外墙大门 冲向办公大楼发生巨大爆炸 当地电视画面显示 联合国办公楼严重受损 一楼和二楼的窗户玻璃几乎全部粉碎 楼内大片区域被炸成废墟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今天发表讲话说 遇袭的大楼里 住有26家联合国人道主义和发展机构 目前联合国方面还没有准确的伤亡数字 但伤亡人数可能相当多 目前尚无任何个人或组织 声称制造了这起事件 但是有分析人士认为 近几个月来 在尼日利亚制造了多起爆炸事件的 伊斯兰宗教极端组织 活脱圣地可能是幕后凶手 墨西哥北部新来昂州州长今天证实 在该州蒙特雷市赌场的预袭案中 已经有53人死亡 另有10几人受伤 一伙犯罪分子昨天下午冲进 墨西哥北部新来昂州 蒙特雷市的皇家赌场 对在场人员进行扫射 随后向赌场内 泼洒了大量汽油并点火 事件发生后 当地警方 民防部门和消防部门 上百名救援人员 经过四小时的奋战 扑灭了赌场大火 事发后 墨西哥总统卡尔德龙 对事件造成人员伤亡表示遗憾 并对遇难者表示哀悼 他说犯罪分子的行径 促使墨西哥政府不遗余力 与有组织犯罪集团斗争到底 蒙特雷市位于新来昂州 与美国德克萨斯州接壤 人口400万 近几个月 该市暴力犯罪事件呈上升趋势 随着墨西哥政府 打击毒品犯罪力度的增强 蒙特雷市成为 打击毒品犯罪的一个重要地区 再来关注飓风爱林的消息 美国气象部门估计 爱林预计在周六 先在北卡罗莱纳州登陆美国本土 随后可能会向北转向 直扑纽约和华盛顿 等美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 总统奥巴马今天也呼吁 美国东部沿岸的居民做好措施 预防威力强劲的爱林的袭击 奥巴马在讲话中说 从各种迹象看来 爱林飓风都会是一个 史上少见的强烈飓风 同时也无法准确地预测 飓风在未来几天 会带来什么样的灾害 不过奥巴马说 美国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 从上个星期就紧密联系 确保做好准备 他也呼吁民众 不要拖延 不要等待 尽快做好防护工作 白宫网站发表的告示说 绝大部分美国东部沿岸 都是在警戒范围之内 而美国东部由南到北 有七个州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其中新泽西 马里兰 北卡罗莱纳 以及特拉华四个州 已经下令部分地区居民强制疏散 据估计这个周末 华盛顿 巴尔地摩 费城 纽约 甚至波士顿等人口密集的大城市 都会受到爱林举风的威胁 美联储主席博南克 今天在怀俄明州举行的 美联储年度经济座谈会上说 美国经济从危机中的复苏不够强劲 弱于美联储的预期 博南克说 虽然美国经济复苏很缓慢 但已进入第九个季度 银行体系更加健康 近代条件也大为改善 但他强调 虽然美国经济改善的迹象很多 但从危机中复苏的力度 还不够强劲 远弱于美联储预期 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 可以看出 经济不景气情况 甚至更加深化 复苏更加疲弱 美国总产出 仍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 博南克还指出 很重要的一点是 经济增速在很大程度上 不足以让失业率持续下降 近期还在9%的高位浮动 在外界普遍关心的美联储 是否推出第三轮量化宽松问题上 博南克在讲话中并没有提及 日本首相执政的民主党代表 坚之仁 今天在民主党高层干部会 和民主党重参两院议员大会上 正式宣布辞去该党代表的职务 坚之仁今天在民主党高层干部会上说 国会已通过公债发行特例法案 和可再生能源特别措施法案 他按照此前承诺辞去代表职务 并将在新代表选举产生后辞去首相职务 去年6月 坚之仁在民主党代表选举中 胜出当选该党新代表 随后在中参两院全体会议首相指明选举中 当选新首相 接替因驻日美军普天坚基地迁移 和政治资金等问题辞去首相职务的 纠山游记夫 去年9月 坚之仁在民主党定期代表选举中获得连任 民主党定于29号举行代表选举 日本中参两院全体会议 可能于30号分别举行首相指明选举 选举产生日本下一任新首相 好了 不要走开广告之后 还有来自中港台方面的新闻消息 我们将会了解到 中国国防部就美国发表中国军事报告 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正日 结束对俄罗斯的访问后 途经并顺访中国东北地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